我是湾区体验家 在这里我看到人类工程的奇迹 世界级城市群的崛起 千百年的文化 星火相传 太阳 与奋斗者同行 与新时代共进 广东卫视行进大湾区 8月9日起每周日22点35分 把我看到的讲给你听 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号角声中 广州正携手港澳和珠三角兄弟城市 发挥各自优势 奋力共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其中广佛同城在大湾区建设中 被赋予了新的战略意义 广佛核心成为大湾区发展的重要引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佛地铁的开通 大大缩短了广州佛山两座城市的心理距离 刺激了人才的高速流通 加速了广佛的一体化进程 目前广佛两城GDP接近5000亿美元 超越北京上海直指伦敦 位居世界前五是名副歧失的超级城市 作为超级城市的重要交通枢纽 广佛地铁举足轻重 坐上广佛地铁刷上朋友圈听两首歌 转眼间就能够从广州来到佛山 眼下疫情尚未消散 防控丝毫不能懈怠 可能有些朋友会问 坐地铁安全吗 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广佛地铁是如何保障乘客们的乘车安全的 广佛同城让许多实干者在此圆梦 而其中有一位显得有些不同 他既是驻梦者又是圆梦人 他就是广佛地铁集团总经理 推动了中国第一条成绩地铁 广佛地铁的建设和运营 同时又是中国第一个荣获华策奖的地铁人 钟泉 下一站 祖庙 广佛地铁作为连接广州和佛山两座城市之间的重要的交通工具 那么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期我们都采用了哪一些安全措施来保障我们乘客的乘车安全呢 因为疫情非常突然 一小时来计了 有一些我们是比别人是差不多提早了一天左右 比如这个测体温和这个戴口罩 就是要戴着口罩才能进来乘坐地铁人 在我们的恐慌里面我们是跑到前面 对 正中多秒 当时我们当然也有担心会不会引起这个政客的这个恐慌或者投诉 其实在这个时候还是冒了一定的风险 但是我们始终把乘客的安全放在了地域位 是 除了这个测体温啊还有检查这个戴口罩啊 只要跟理科有接触的地方加密这个消毒的次数 嗯 都想知道车厢还有这个整个地铁呢 这个运输的线路上面啊 它会不会有一些安全消毒措施呢 密度方面增加了三倍了 每一列车它的它上面都有自己的空调 平时的话我们三天清洗一次 我们现在就可能一天要清洗一次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控制中心 是广佛地铁的 大脑二十四小时不能没有人 嗯 一秒钟不能停 嗯 而且要高度集中精力 高度集中 很多人误解以为是是 反正是一件都收回来了 嗯 因为接下来就要维修 对对对对 稳固保养要开始了 包括这个隧道里面 他一定要进人去看看回道啊 这也需要他们发出支援 也需要他们发出支援 所以他们从过年前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休息 而且这二十四小时坚持在搞 这个工作的话 一旦开始就没有结束的时候 对对 都是不间断的为人的市民出行去工作 所以应该为我们轨道交通人的敬业 点赞 到目前为止 在我们国家也还是第一条准备地点 到现在也还是唯一一条 设想是很早就有了 跟广州地铁建设差不多是同时 那我们这条广播线呢 就跟那个一号线呢 就有一个 有一个换乘站 就是这个西朗 在它建的时候 已经遗留了我们这条线 和它换乘 就是很早就踢出来这样一个设想 对 讲起来的话 可以说是还有一个故事 金融高新区是广东省的金融高新区 嗯 当时为什么会落地到佛山来呢 嗯 因为它跟广东是竞争的 对 啊 当时考虑到我们这边有三个地点在 他们都觉得 哎呦这个交通太方便了 嗯 跟你广州虽然有地上有距离 但是时间上没有距离 坐地铁从广州过来就非常方便 那么也是通过广播地铁啊 创造了这样一个良机 这样的话也利于人才的交流和沟通 它不单单是广播两地的 应该说是整个大湾区 大湾区 多的人才都把它积聚到这里 对 广播地铁是中国首条也是目前唯一一条跨越地级行政区的地铁线路 可以说是开创了国内地铁建设的先河 广播地铁共有33辆列车 每辆列车的造价约为2500万元 正是这33辆列车承担起每天50亿万乘客的出行重任 路在延伸 永无止境 有了广播地铁这座桥梁 相信广播同城的明天会更加绚丽多彩 而大湾区前进的步伐也必将更稳更快 愿疫情早日消散 一切恢复如初 关于佛山 你一定听说过十万陶瓷 佛山陶瓷记忆精湛 渊远流长 是佛山递给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 想了解佛山的故事 还得从陶瓷开始 下一站 同记录 大家注意看 广播地铁的站点 这个墙壁所采用的是轻制砖 这种砖有什么特点呢 它都是由陶瓷的废渣提炼而成的 所以说它相当的环保 同时呢 这个墙体也有冬暖夏凉的一个特点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也非常的古朴和典雅 那么马上要去到这个地方呢 也是我们佛山陶瓷业的一个发源地 也是我们佛山的一个著名的景点 南风古灶 那我的好朋友唐琪老师呢 正在那里等我们 让我们抓紧时间 过去吧 唐琪 佛山的大乘工匠 入行近二十年 对陶瓷有一份特别的情怀 我想佛山陶瓷的故事 它必定了如指掌 佛山啊 据说是在明清两代啊 它是被称为天下四聚 四大名镇 这和当时呢 它是整个社会的商业中心 和手工业制造中心呢 是大有关系的 那这其中佛山的陶瓷业 是扮演了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 陶瓷呢 它是一个产业链 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佛山陶瓷呢 它分了很多行业 对 比如说这个黑幼行 或者锅行等等 行业者会很多代表了 这个商业的繁荣 对 真的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出口的 你看它上面用的是 英文 对 对 这个罐呢 有个名字叫做 Gacyl 这是粤语啊 如果翻译过来的话 古文化就是起死他语 它这个呢 有一个边缘 然后呢 当把盖盖上之后呢 会在这个边缘的地方注水 用来封闭这个气体 那气都进不去 蚂蚁当然也进不去了 它这个过人的智慧 真的是当真了子 您看这个人说 72行 72行 今天单单是在这个陶瓷博物馆 我们就看到了陶瓷的24个行业 是的 陶瓷的美 忍不住让指尖流连在上 这些古朴精致的器物 是怎样经受住炉火的历练呢 诶 唐奇老师 好像这个南风古灶呢 是始建于明代的正德年间 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 是吗 是的 它也被称为我们柴烧龙窑的活化石 也是陶瓷的活化石 在中国呢 古代的南方呢 有很多这种龙窑 它是烧至陶瓷所必须的 但是真正这500多年来 窑火未曾断 那就只有我们眼前这一座南风古灶 为什么叫它是龙窑呢 因为南方呢 多山 然后呢 窑炉呢 依山而建 从上而下 好像是从天而降的一条巨龙一样 所以就称为龙窑 好像就是龙的蜿蜿 对 走势 天蒼蒼 地茫茫 火神光飞遥四方 我们在少校之前呢 有一个拜祭仪式 希望我们这个烧成顺利 周围的很多居民呢 也会来这里 希望自己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南风古灶 它明明是柴火烧制的窑 那为什么要叫做灶呢 我们说窑呢 它是一个专业名称 但是在我们通常老百姓的 烧高温的呢 我们都称为灶 点着这个灶火之后呢 正好是南风吹过来 南风又比较旺 所以就要南风灶 那么由于它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所以就叫南风古灶 柴火烧制的窑和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采取的这种定窑 它会有什么不同呢 在制作工艺和流程方面 用柴来烧呢 是我们中国古代一直以来传承下来的一个固定的燃料 有叫窑变之说 就是它会入窑一色 苏窑万彩 它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在颜色呀 还有它的艺术效果上 多姿多彩 更加编分的效果 而且有变化 对 所以这可能就是柴火窑 它的一个特点 泥团在手中千变万化 让创造这个词充满无限可能 乃至成为一个时代的发展标杆 我们看这个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柴火山其实也是抓住了机遇 而陶瓷叶的发展可以说是相当的迅速的 飞快的 可以说是再造了千年陶渡的一个规划 是的 特别是我们这个预防澳大分区之后呢 柴火山也在其中 柴火山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的建筑的中心 哦 那以前这个中心是意大利 对 以前是在意大利 所以呢 我们正好今天来到河山 我们可以一起去我的工作室看一下 太好了 看一下我们这种现代陶瓷的这种技术和应用 谭卿老师 我看您工作室当中的陈列的这些展品啊 这是领导满目 都是出自您本人之手吧 是的 这一间就是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 然后我去了之后呢 我觉得看到它很美 然后我就给它做出来 有名称的叫青乾隆松石绿笛闸道山水通景亭 当它转的时候呢 整个这个画面呢 就像一幅山水画一样徐徐展开 而且在每个位置看的时候呢 这个画面的展开都是不一样的 言有益而益无穷的 言有益而益无穷 对 而且这件陶瓷史作品给我们展现就是浓浓的 乾隆年间的那种风格 乾隆所喜欢的色彩应用也比较大胆 对 它很盛世的感觉 这件呢就是单色幼 像这个笔戏呢在以前的器物上呢 它只是一个纯色的笔戏 对 但是呢我呢就把我所喜欢的一首回文诗 给它写在了底下 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件很有意思的器物 幽云白燕过南楼 燕过南楼半色秋 秋色半楼南过燕 南楼过燕白云幽 哦 这么巧妙 对 在石湾呢看到的就是多数呢是日常运气 但真正陶瓷到了一定的这个时候呢 就是苍脸是智力结枉 那陶瓷也赋予了很多这种艺术感 在里面 先传承 传承好了之后呢 在原有的古人的智慧技术上再加以创新 哈丁老师您现在除了啊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么多琳琅满目的这个工艺品 您还在不断的这个创新 不断的钻研这方面的一些技术的提升 不同的时期呢 就是陶瓷都有自己的时期的一个特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陶瓷到了这个时候呢 就是不再重视这个纯粹的数量的能量 而在于这个质量的这个提升 我们现在和意大利的最大的差异 就是设计 也就是它的软性的文化的内容在里面 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国古代陶瓷的这种文化 还有这种很好的记忆传承下来的话 然后用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陶瓷制品中 那可能我们会做出来更多更好的东西 南风古藏五百多年 生生不息地摇火 映照着一条从跟随到引领 从模仿到创新 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之路 也蕴藏着一个制造业名城 创新发展的密码 为所有如唐旗一般有干劲的追梦人 指引行进方向 佛山的陶瓷 佛山的美食同样闻名响耳 俗话说 石在广州 处处奉承 那些诱人美传 自然不能错过 行进大湾区 下一站 马上开启 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广汽集团特约合作 行进大湾区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汽集团特约合作 行进大湾区 你好 贝宾 行长 能不能给我播一首周杰伦的最新歌曲呢 没问题 看看他会给我们介绍什么好吃的 西桥 山清水秀 人洁地灵 美食美景 西树登场 行进大湾区 带你进入逛吃模式 胡荣开是佛山餐饮界的一个传奇人物 从身无分文的搬运工 打拼成身家数亿的企业家 带你进入死而行进入 荣哥您好 拉鱼条养了11年的鱼 让大家尝尝 龙哥 这个是刚才你牢起来的鱼条吗 对呀 11年大概有10斤多一点吧 接下来要做这个菜叫什么名字吗 盆南鱼 就是匆匆忙忙 急急忙忙的意思 这个是广东话 匆匆忙忙 很着急 因为刚才这么大一条鱼 如果要整条鱼去煮的话 时间需要很长 烧开锅之后三分钟可以了 三分钟 煮好这么大一条鱼 为什么叫盆南鱼呢 就是这个道理 好多家庭急急忙忙 没太多时间去做饭 所以用这种方法 放点油 用鱼肠油来焖鱼烂 原汁原味 其实我觉得这个烹饪的办法 我们普通的家庭还真的没有尝试过 我们把它稍稍烫开来 要均匀一点 受热 对对对 然后把这个盖子盖上 然后就放米酒 蒸香去腥 一个手要提住锅盖 最快那个速度盖上 它要熏到里面去 那必须的 这个大头菜放进去 带出它那个鱼的鲜香味 三分钟绝对熟 你看那个汤很白 是吧 是 比那个牛奶还要浓 没错 就是一看就是浓汤 谢谢 谢谢 谢谢人哥 非常感谢 谢谢 我觉得这个肉质 也不能说是完全是嫩的 它还有点筋道 对 这可能就是因为是黏焖鱼的味道 特别是带海的 其他的鱼皮的话 比较爽脆 真的是非常的鲜美 这一瓶石油 这头像就是我们的荣哥 用这个形象来做广告 省好多那个大人 对 留这个发型 留了二十多年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年代 可能对你来说 我试过剪了两次头发剪短了 那个生意马上掉下来了 哈哈哈哈 所以真的不敢捡 所以要留长吧 对 容哥今天上午啊 咱们在做鱼的时候 其实我特别好奇 其中的一种调料啊 好像是印着您头像的这个酱油 对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酱油 这是用那个传统 那个方法来量造那个酱油 嗯 因为我们是在广东这个地方嘛 所以呢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 古法的样子 对对对对 哎我看到了四个字 日晒夜露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日晒 日晒的话呢 白天吸收那个阳光的能量 晚上呢有露水 它可以降温 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 铺面来的全部都是豆豉的香 好香好香 今天天空作美啊 天气好有太阳 哎我看到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戴着帽子的这个面缸 哎您好师傅您好 这是面池 这个是多长时间酿造的面池啊 这个有一年 一年的时间了 住有一年 住有一年 我闻一闻那个香味 很鲜美的 用来蒸五花柚 豆豉鲫鱼 那个豆豉和这个面池 不一样 哦 面池呢要加一点水 呃 加一点面粉啊 米饭啊 一起去芭蕉 豆豉的话是一颗颗豆子 跟这个是两码式啊 那个工艺不一样 哎 容哥听说啊 在您的饭店当中 有90%以上的菜式 都是您自主研发的 对啊 有没有统计过 大概有多少道 两三千道吧 那么多年 哇这么多啊 有的 能不能带我去厨房 看看您怎么研发新菜式吧 可以可以 好 谢谢 做这个五花柚嘛 其实有个特点 提前一天做 隔了一天 我们放冰箱里面吧 它比较肉味 所以以前是隔夜 现在不隔夜了 现在隔夜是在冰箱里 放在冰箱里 要保质 保鲜 保鲜保质 对 现在开始烙味了 把它搅拌均匀 对 好了 看起来很有感觉啊 食欲大增 现在到了我们做这道菜 最关键 最核心的步骤了 对 就是要放上这个面齿酱 哇 这个手感好 你比较急 所以我干活也算利索 是吧 可以 还冒着热气 你尝到 这是我做的 谢谢 你先尝尝 味道真的很好 但是我吃着 还有点那个酸酸的味道 对啊 拌了醋加了糖 也有那个狗果在里面 觉得吃起来 就不是那么腻 对 百香果咕噜肉 它的分量非常的精致 而且我好像知道 在您的餐厅当中啊 有的时候米饭 都是可以点半份的 半碗半碗中 四一分之一排的茶菜都可以 这一般好像老板都是希望 多卖出去自己的一些东西 要顾及客人那个消费感受 从我们的这个十四当中 就号召大家 对 如何光盘 对啊 对吧 我们可以少量少分点一些 对 哪怕两个人吃 也可以吃得非常地精致 对 非常的金黄 对 对 嗯 鲜 鲜 脆 滑 海飞啊 看见现在冒烟了 证明呢 那个这里的水分已经收干了 哦 哎 那个锅底呢 开始有一点点浮 嗯 您介绍了这么多里面 焖的是什么呀 干脂 因为刚开始有点浮的话呢 它有那个焦糖的香味在里面 我第一次听说包干着 咱们说那个新鲜的水果会生冷嘛 嗯 包过之后的话呢 就没有那个寒凉 我们揭开它的神秘面杉 刚好有一点点糊 我特别喜欢吃烤红薯的那种 哎 对对对 它会有一天吗 对 就是那一股味道 太棒 嗯 好 你吃一下 嗯 这一口非常滚烫的干脂汁 很温暖 很幸福的感受 其实幸福真的可以很简单 对吗 对啊 经过思考 可以把一个简单的干脂 变成不简单的食材了 有个问题 我一直想问您啊 当年在您的餐饮事业 发展到如日中天的时候 嗯 您却选择 将自己当时的六间餐厅 缩减为两间的规模 您当时怎么想的呢 重新调整 重新定位嘛 跟餐饮有关的 上下有产业 比如说酒店里面可以配套 客房 乐体中心 一些甚至一些 找教啊各方面的东西 嗯 再有的就是 食品加工产业 把一件事情做好 吃 住行 对 可以成为一条龙类 这样一个产业 其实我想啊 生活在粤港澳大湾区的 这些居民朋友 他们也是可以来经常体验的 港澳好多乡亲呢 都是从我们博山出去的 哦 他们都有一个家乡情节 像我们后面那个 水市故乡田一样 他们是来这里找寻 家乡的味道 对 对 一抹乡愁 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 它都是伴随着 你依依带水的这种乡情 对对对 这个粤港澳城市群当中 居住的这些人群可以经常的流动 你看交通呢 非常方便 对 赶上这么好的时节的话 我们要抓住这个发展的机会了 发展的良机 对对 一定会再厉朝头 好的 明天会更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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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故乡田 月是故乡民 人是故乡亲 快速行进的佛山 向世界发出邀请 欢迎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只争朝夕的行动者 以佛山为家 演绎属于你的弯曲故事 不持于空想 不误于薰生 佛山人正在用汗水 迎接大湾区的壮丽曙光 你知道在中年无雪的广州 也能滑雪吗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契机下 优质的冰雪资源 正朝着粤港澳大湾区 快速聚集 下一集 我们将一起走进广州发都 听一听冰雪祝梦者的故事 看一看盛夏飘雪的独特风景 广州华东卫视 美好生活倡导者 对他来神有化 filled 都 due 山静 位似乳 广州